由於就業數據強勁 令市場相信補國央行會在今個夏天繼續加息 而要等到下一年才會有減息的決定 由於經濟數據強過預期 令投資者更加相信 央行將會在今年夏天再次上調基準利率 並且會推遲到明年才會決定開始減息 其中包括了加美兩國的就業報告都超出預期 而勞動力市場的數據對經濟具有廣泛的影響 使得很多人都認為通脹實際上並沒有想像中這樣減速 而要將通脹率下降到2%的可能性 也不會像之前預計的順利 不過有經濟學家表示 雖然美聯儲局有意繼續加息 但加拿大央行行長麥克林已經表明 加息的決定已經進入了有條件暫停的狀態 這樣代表著對未來的加息設定了更加高的門檻 因此儘管某方面的數據依然強勁 但經濟學家仍然相信央行會觀察未來幾個月的經濟發展 以及車貸成本提高之後對市場的影響 才會再作出加息的決定